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 美国哈佛大学在最近就所谓的中国五毛党 发布了网上信息来进行调查还有它来源的分析报告 结果报告估算了中国政府每年通过五毛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有四亿多条的帖子 其中主要是颂扬共产党政权 还有分散公众对一些敏感事件的注意力 而哈佛大学的这份报告 立刻遭到了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批评 说这是对中国一知半解的书呆子所写的高级黑的报告 到底哈佛大学的报告是怎么说的 五毛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有多密切 那么中国当局以五毛来引导舆论的做法有没有成效呢 参与这个话题讨论的依旧是两位在演播室现场的嘉宾 第一位是前美国乔治城大学的访问学者吴飞 第二位是中国独立调查记者 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妍 我们再次欢迎两位 是 那么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们 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来提出您的问题和看法 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 那我想第一个问题我想先交给吴教授来谈一谈 在哈佛大学的这份报告里面 他们的发现说大部分的中国他们所发现的这些发帖子的 主要是中国政府的工作人员 而不是一般外界所想象的是靠着发帖数量来领钱的所谓职业五毛 但是也有很多人知道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五毛背景相当的复杂 甚至还有不同的五毛族群在相互对峙 校正的这种情况 跟我们谈谈到底中国五毛它的背景和组成是什么样的情况 中国五毛呢我接触过几个 但是其实这个五毛的词我倒是不一定很认同这个词 就是说它怎么来的呢 与其说五毛不如叫网络爱好者比较合适 网络使用者比较合适一点 就是说为什么这样呢 就是在90年代末2000年左右 由于中国很多的这种论坛 当时有很多的就可能我们都遗忘了 就西四互动啊 什么强国论坛的等等一些啊 人民日报人民网开的一些论坛 或者别的开的一些论坛 这论坛呢就会发现很多的网友积极回应 积极回应 然后呢很多议题呢 在网友的积极回应下 本来一个平淡无奇的议题啊 变得异常热闹 而且是说什么观点都有 然后呢随着中国网络的这种普及化 也就是说随着中国这种崛起以后呢 中国大概有六七亿的网民 就是说这种网民呢 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比如像我自己写的博客来讲 在凤凰网上 大概每一个大概都有十几万到二十几万的点击率 但是我都很惊讶 就是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点击率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当看到一些报纸的时候 比如就像我们经常还经常看 比如说参考消息 那参考消息就有专门的网络爱好者呢 把每一天的参考消息 在每一天的早晨 比如说八九点到十点钟就上传上去了 然后呢就是很多的这种网民呢 干了一些我们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是异常的爱好 异常的有时间 然后呢做了很多这种事情 所以说呢 他这种网络呢 就是这些网络人员呢 对于问题的炒作的功利 其实这十几年 随着中国的这个经济加强啊 是逐渐的加强 而且说当时也就是留个言 骂个骂啊 就是没事就是辱骂一下 现在专门有 比如说你说东我说西 然后呢我炒别的事情 然后在所有的帖子上 把我的问题再贴上去 非常的有计划 非常好像看得很有组织 其实我觉得有某些程度上呢 第一个我认为 它是一个比较自发性质的 或者说比较有一些相关的人员啊 他专门去对某些事情啊 他产生很多的兴趣 我比如说现在中国来讲 你如果是对内部事务 你评价可能有点 但是你在国际事务上 是没有任何的阻拦的 对国际事务中美关系 美俄关系 或者是中俄关系 或者是印度关系 那么也就是我来解释 就是可能某一些政府人员 他是觉得 这方面他比较擅长 所以说你到国际问题上 你很少看到是网络爱好者 他就国际问题来留个言 因为他搞不清楚状态 那么也就是说 政府人员他比较多的这种事 也许我这时候有一种猜想 也许说国际问题比较多 但是你国内问题 这些国内这个网络使用者 他就喜欢了 他比较说得清楚 赵先生您同意吗 这些只是纯粹的 像吴教授说的网络的爱好者吗 还是他背后实际上 还有其他的一些目的和意图 有一部分是网络爱好者 更多的就是说 哈佛大学掌握的这些东西 是有一定数据的 但是他们也没有完全说清楚 这个五毛它是有一个 演变的历史的 那么打这个49年以后 我们都知道 所有的媒体都变成了 这个国家的机器 变成了这个宣传的机器 那么在记者和编辑之外 就是有一种人叫通信员 就是他散落在 所有的政府 党政啊 军啊 所有的国家事业单位 和厂矿企业单位 就是不是记者的来写文章 那么他们在过去 叫通信员 发展到文革的时候 叫什么 叫毛洞思想宣传员 那么这些呢 现在在国有的体制当中 还都有 那么更多的五毛的队伍 主要存在于这些 那么从有了网络时代开始 因为这个大陆政权 是一贯的不愿意 因为枪把子 刀把子 笔杆子 这都要抓在手里的 他不愿意网络 那个失去这块阵地 所以就搞了这个 网络疫情的这个监察员 他这是这么一个 远辩的过程 那主要组成人员 都是这个 有点这个文学爱好倾向的 这一批人 年龄层次呢 也都是不等的 但是呢 在专业队伍里 现在已经发展成 网络疫情的这个 叫监测员也罢 叫监督员也罢 就是 他已经有专业队伍 那么宣传部和这个 网信办 包括新闻办 他下面都有 有足够的经费 在大陆呢 就是 办各种各样的公司 甚至直接这个 很大的像 像这个 我们都知道 那百度这样的公司里 他都有大批的 专业的这样的人士 那在大陆 五毛最代表的人物是谁呢 就像司马南 还有这个人民日报 那个胡锡进 包括那个北大教授 孔庆东 还有民主大学 这个张红良 大家都统称为 最大超级的五毛 那么我们都知道 超级五毛 他们想的是什么 想的就是 毛洞思想 马列主义 无产纪专政这一套 学习北韩这一套 但他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 他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 他们的工作也不一样 就是说他在政府体制内 他有一批专业的队伍 在体制之外 就是他自己的工作 本来不是这个 你像孔庆东是北大中文系教授 他的工作不是管网络的事 但他要在网络上说 而且他在北大之外 还有一份工资可以拿 甚至到重庆可以领 领薄熙来专门给的经费 你给我唱红打黑 你替我的这个所谓的主流思想 所谓的他要唱的正能量 薄熙来唱的正能量 你给我设计 你说重庆模式 这就是我给你钱 一次一百万 两百万这么干 就各种情况都不一样 但是五毛这个现象 确实存在于中国的 这个网络社会也罢 叫文化社会也罢 确实存在这样的事 那五毛算是一个 中国特有的情况吗 在其他的所谓的极权国家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吴教授 这种我觉得相对五毛来讲 还真是中国比较特有的现象 因为你在我们说的俄罗斯 也没听过这些 就是说 第一个呢 我们先看看 就是说 这些五毛是怎么形成的 然后这个形成以后呢 其实最大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刚刚经常 你讲一些自发的 很多时候应该说 一开始是自发的 绝对不是政府组织的 一开始 那么这一开始的 就出现问题了 这个编制在哪 你替谁说话 有什么问题没有 为什么要替这么说话 比如说刚刚赵燕提了几个人 其实都是不再编的 或者说都不给予钱的 那后来 为什么又有些给予钱 其实就牵着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这个公器私用 还是私器公用 到底这些人的作用是什么 因为如果这些国与国的交流 比如说我们现在 为什么这个哈佛 这个出来这个报告 为什么有人说叫高级黑呢 因为美国现在也经常也受不了 就说就中美问题 这些人也发表很多的意见 而这些意见呢 就像网络水军一样 网络水军这种扑涛而来 扑面而来 往后呢 很多地方呢 中美关系没有解决 有很多的时候呢 就是比如说中美关系 你通过正常的智库来解决 或者是美国有很多的智库 他每天要做很多的这样的交流 但是中国的智库 我们试想一下 就是中国的智库 中国政府现在提出来 一带一路 但是中国的智库 有几个来美国解释了 一带一路 很少 但是吴教授到现在 或许我可以说明一下 我们的观众朋友 不太了解 哈佛大学 这是根据他们从江西赣州 张贡区的网宣布 所泄露的2000多封的电子邮件里 来进行内容的调查 其中来确认这些 所谓的五毛帖的这个消息 很多的这个消息 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 其实不针对所谓的国际议题 它其实就是针对中国的 国内的民众 他想要转移公众的注意力 他想要转移公众 对于敏感事件的讨论 没错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舆论导向 所以赵先生你觉得 真正的这个五毛帖 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 每178条帖子里 就有一条就是所谓的五毛帖 这么样的一个无所不在 他的真正意图 您觉得是不是就是 要转移公众注意力 第一他的数字估计 肯定是少的 因为这个五毛 在网上的力量是很大 他不仅在网上 是要引导他所谓的正能量 其实都是负能量 就是毛左的东西 左派的东西 一个与中国社会进步 相违背的东西 而不是相前进的东西 那都是这样的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 在谁的总体领导下 就在各中央 地市 省市 这样的宣传部口的领导下 那这些东西的数字 远比这个大 我跟他们在网上有过辩论 就一个案子 你上去一说 他马上就 马上就反扑 给你朝一个相反的方向 和一个非法律的方向去说 他要说很多不相干的事情 所以哈佛大学说 他那个不是要给你引导的怎么怎么样 不是跟你在网上博弈 这个是不准确的 因为我们确实在网上有过博弈 而且他们那个来势匈猛 真的是你不可想象 他不仅跟你博 博不过你的时候 他有办法了 他要马上给宣传部 和公安局 网警处打电话 马上把你封掉号 很多这个在国内的这个活跃人士 都是这样这个被封掉的 那当你发展到大V 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像薛蛮子 我们都知道 他自己有上千万的粉丝 那怎么办 你不是能说吗 好 我找你一个别的问题 那给你这个隐私问题 你不能飘插 我抓你一次 我是把你的整个这个微信 都给你打掉的 他不是在一个问题上 去解决一个问题 而是拿另外一个问题 去换你一脚 什么手段都是 所以不仅仅是五毛引导舆论 同时还有这个所谓的互联网的审查 稍后我们还会继续来讨论 相关的议题 不过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 还有听众朋友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 我们继续来接听 这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邓先生 您好 请说 邓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 你好 五毛肯定是有的 给你们美国资讯的评论区都有 那些各种党 社会主义的 那肯定就是那些官方的嘛 台湾人肯定不会 翻墙的大陆网民也不会 还有那个司马兰不就来过你们美国资议吗 他就是大五毛 然后呢 五毛的话过去 过去发个帖子 他们收入五毛 所以他们叫五毛 现在这么多年呢 工资应该涨了 应该叫八毛了 应该不叫五毛了 好 谢谢 好 我们谢谢您 邓先生 继续我们同样来接听 同样来自湖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 主持人家庭好 这个说到五毛 我以前手机上面下载一个软件 叫做军事头条 那个里面全部是五毛的 那都是整天对美国 对日本的欧洲国家 都很打很打的 包括俄罗斯 俄罗斯有什么先进武器 都是嘲诽人家俄罗斯的 只是他们就是盲目的 一种愚蠢啊 那种很愚昧的那种 他们说那种 当发表意见 吹中国如何如何如何 我上去发表一些言论 我发现说 我说你们老是在骂美国 一旦打起战来 根本就打不过美国 日本的 他们就把老铁子给删掉了 然后就给我一通骂 所以说这些人啊 这些人啊 我分析啊 他们就是那个 也肯定有可能就是 共产党的那样的人 谢谢 好的 我们谢谢您 湖北的张先生 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 这是来自河北的李先生 李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你好 首先声明我不是五毛 但是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嘉宾 如果中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 是吧 能不能避免像很多国家出现的那种情况 就是政治动荡 经济崩溃 民生凋敝 国家分裂 战火纷飞 谢谢 再见 好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我们想先请赵先生来谈一谈 当然很多的这个民众也很关注 除了在互联网上他们能够享有的言论自由空间之外 刚刚这位李先生提到了政治制度的改革 您能不能简单的回应一下 台湾不就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改革的范本吗 已经和平交替权力三次了 没有任何动荡 那个台湾人民依然很幸福啊 也很法治 也很理智啊 就是台湾也是中国人 对吧 你不能说台湾现在叫台湾 你不敢叫中华民族 你就叫台湾 谁这样叫谁就是 大陆有很多自己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 就是说 叫台湾地区更好 其实那就是最大的台独 比那个绿营的那个台独 还到那个起反面作用 那台湾已经现成了政治范本 就中国人搞民主 我觉得在台湾我看过两次 并不比任何一个国家差 不比美国差 不比欧洲差 不比法国差 不比英国差 那政治范本已经放这了 就是中国人自己干的事情 原来我们没有改革开放的时候说 那个市场经济不能搞 为什么不能搞 因为马斯说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 只能搞计划经济 但是我们现在中国人搞市场经济 也搞得挺好 就是你没有干的事 你还没有去做 你先想怎么不能先想坏的结果 你一定要往好的去努力 是不是 你防范坏的结果去发生 你没干你就害怕了 你怎么能干呢 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看 就在这个星期 华盛顿邮报 他们在他们的媒体上 刊登了这样的一个系列报道 主要就是针对什么 中国的互联网审查 那么他在标题写到了 他说中国给世界上了一课 那就是互联网能够被有效的审查 说起来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在这报道里面提到了 中国不断地利用它的经济实力 在加大它的防火墙 这道隐形的柏林墙 很多人觉得它何时能倒下 非常的担忧 吴教授您的看法 为什么国际间 为什么中国方面这么担忧 所谓的西方价值观进入中国呢 我这么认为 就是说西方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 就是说其实中国有时做事情啊 有的时候它的手段性太强 但有的时候目的性是在哪 有时到困惑了 就是说你加强了这么强的防火墙 那你的目的是干什么 就是说有的时候技术太高了以后呢 不知道要造出什么武器来 这是一样的困惑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呢 我们对于这个新闻检查怎么来的 其实我们自己都糊涂了 新闻检查怎么来的 然后为什么中国采用这样的新闻检查 就是说其实新闻检查在 这个这个当创始是在苏联了 这个主要原因就是说 苏联当十月革命的以后呢 就是列宁和他周边的战友 就是列宁啊 就是布哈林的 或者是图罗斯基这些人 他对于十月革命很多看法 其实列宁关于这个新闻检查 第一个文章是叫 about literature 俄语叫 就是说关于 管理文献档案的文 就是说你对于十月革命怎么看的 他管理这些问题 也就是说这是当初最原始的 这个也叫新闻检查 其实这个 这个连这个列宁的最著名的著作 很多中国这个翻译都翻译错了 就是没搞清楚 他说他管理什么 不是管理媒体 是管理这个 这个这个 一些档案 就是关于十月革命 因为十月革命以后很多说法 然后呢 当时列宁自己就受不了 然后呢 之后在斯大林所谓的专业管理 是因为当时从广播的出现 使得呢 当时斯大林认为很多来自高加索国家 或中亚国家 很多那音乐啊 当初这个新闻检查 从音乐 广播的音乐开始 因为音乐里面有格鲁吉亚语啊 中亚的语言 然后这些语言呢 有很多是分离主义的 他自己搞不清楚 这语言就搞不清楚 所以吴教授您的意思是 中国政府现在自己也搞不清楚了 为什么要下这么重的一个手段 来阻挡民众跨越这道防火墙吗 对就是说 对没错 就是说 后来在苏联的后期的时候呢 主要就是因为 他为什么管理媒体那么严格 就是真理报 基本上一个报纸代表所有报纸 是因为苏联 它是一个精英政治 包括现在的俄罗斯也是精英政治 就是说这种精英认为 这一万多个人认为呢 他们是把事情搞清楚了 就OK了 然后群众是不需要被知道的 所以说真理报 只要一篇文章 大家的理解就可以了 那么也就是说 从80年代后 或者是说 这安德罗布时期呢 他内部有很多的考虑 就是说 应该在媒体上 还是要公开 为什么 因为苏联时期 错误的入侵了阿富汗 其实民众呢 并不了解 这个并不了解这种怨气呢 一直到苏联解体 1991年的时候 莫斯科人强大的力量 来反对 这个当时的临时政府 或什么的 所以说呢 使得苏联当局认为 怎么会民怨这么大 连克格勃主席 都觉得很诧异 人民是反对我们的 然后呢 所以这样的造成很多的 这种问题 那么也就是中国呢 现在这样的一个形象 就是说 你这么检查 这么严格 你是要民怨 能上达呢 还是说 上面的意见 能够下船呢 到底是想干什么 因为你建完以后呢 是上也上也上不去 下下不来 那是这样的话 那对 可能对这个整个的 政治改革 或者是说 一些包括你行政上的改革 可能是没有好处的 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 左右时间 想请赵先生跟我们谈谈 我们知道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一位新华社的编辑 周芳先生 发表了公开信 就在批评中国的互联网审查 严重影响了人民的言论自由 本来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也想邀请他来到节目参与 不过他说 现在的这个情况 仍然不乐观 所以不方便受访 跟我们谈谈 您认为 这个中国对于互联网的审查 它到底严重到一个什么程度 那么要什么时候 人民才可以期望 这堵引擎的柏林围墙倒下呢 第一个就是 体制内新华社有编辑者 能发出这样的声音 这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事情 第二就是说 这个时间表来看习近平 到底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 如果真改革的话 这柏林墙一分钟就可以推到 你用这个东西干嘛呢 事实上你也防不住 因为国内很多人 上亿的人都在使用翻墙软件 通过手机和微信 包括这个Weber的很多东西 都可以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这个东西等于形同虚实 你一方面 你十八大报告 就是这个也有一个大五毛 还是我的校友 叫易俊清 提出一个三个自信 制度自信 理论自信 道路自信 你既然自信 你相信你这个制度 比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的制度好 你就不用这个防火墙吗 你干嘛要用这个防火墙 你自信就 根本没有自信前提下 你才强调自信 你不相信自己那一套 怕人民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你才用了这个防火墙 这就跟封建的皇帝是一样的 就是你防民之耳 现在叫防民之眼 你胜于防川 你不能让你听到 也不能让你看到 如果你真的自信 想政治文明的话 就是把防火墙推掉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赵岩先生 还有吴飞教授 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讨论 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非常感谢赵岩以及吴飞 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 也感谢观众朋友 您的收听与收看 时事大家谈是个自由的论坛 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 是个人言论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我们也欢迎您 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 电视节目预告 来点击我们的电视留言板 对我们即将讨论的话题 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 我们期待您的留言 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 真名论坛在Facebook 或者在Twitter Twitter的账号上 来发表您的看法 相关的网址呢 我们现在都打在荧幕上了 您可以做个参考 我们也期待能与观众朋友 有更多的交流与互动 明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要谈谈 就在中国高考的前夕 高考的简招风波 引发了许多省的家长 强烈不满和抗议 明晚我们将与您共同探讨 也请您持续的锁定 8点到10点钟的 BOA卫视 我是郑玉文 再会